月薪十万却拒绝平调 主管造资钱判解不合法 曾找来艺人蔡蒂林担任基金会教官 以推示仗者社会福利的爱盲基金会 竟哀告解雇不合法 一名现信男子提告 曾在爱盲担任失业处处长等 月薪超过十万 没想到因为他拒绝两次调任 前年七月尽遭爱盲解雇 理由是不能升任工作 但他不要求复职 只要解雇到提告期间的薪资等 共五十亿换元 但爱盲主张 这些男子原本担任三大处长 但他擅自停止网购业务 遭拔掉市长服务处处长 他又主导让姐姐中介 买卖公司不动产有舞弊之嫌 因此口头警告 并调去新店的办公室 但他拒绝 之后要他平掉爱盲学院学户长 他也不要 才给他38万元资钱费将他解雇 一省台北地院认为 男子有说明不适合新职务 不是不配合 任定爱盲违反劳机罚等 因几付谢新男子五十亿万元 不过爱盲上诉后 二省高院审理认为 男子是一级主管 非一般老公 不配合平掉 说不过去 因此逆转改判 爱盲解雇有理 男子百速确定 动新闻台北报道